那么接下来呢,我们开始编写第三幕的程序。 首先呢,我们需要修改一下第三幕的字幕。 我们需要将字幕3先隐藏起来。 怎么隐藏呢? 我们将当接收到消息的程序,拖动出来,放到这里。 然后呢,点击选择第三幕开始。 紧接着呢,点击外观分类。 将隐藏的程序,拖动出来,放到这里。 第三幕开始的时候呢,字幕3就需要隐藏起来。 然后呢,我们再让字幕4显示出来。 点击字幕4。 在这里呢,字幕4的程序效果跟字幕3是一样的。 所以呢,我们需要将字幕3的程序复制给字幕4。 我们将这条程序呢,拖动过来,复制给字幕4。 然后呢,再点击字幕4。 接着呢,我们需要调整一下字幕4的程序。 首先呢,我们需要点击收到的消息。 选择第三幕开始。 当第三幕开始的时候,字幕4才会出现。 接着呢,我们将这里的5秒修改为1秒就可以了。 当第三幕开始的时候,字幕4只需要等待1秒就可以显示出来了。 字幕4的程序呢,咱们就编写完毕了。 接下来呢,根据故事的发展。 大山已经被挖完了。 鱼公呢,又需要出现了。 我们点击鱼公。 然后呢,点击选择事件分类。 将当接收到消息的程序,拖动出来放到这里。 点击选择第三幕开始。 好,当第三幕开始的时候呢,鱼公又需要出现了。 它出现的效果呢,跟咱们第一幕开始的时候,效果是一模一样的。 所以呢,在这里呀,咱们可以直接复制这条程序。 那么这条程序该如何复制呢? 小朋友们,仔细看。 在这里呀,咱们只需要复制中间的这一段就可以了。 可是,中间的这一段该怎么复制呢? 首先呢,我们将下面的程序分开。 然后呢,我们再将中间的程序分开,放到这里。 紧接着呢,我们将鼠标移动到中间程序的最上边,也就是等待的位置。 点击鼠标的右键,选择复制。 这样子呢,我们就复制出来了一条程序。 紧接着呢,我们再将原来的程序还回去,就可以了。 然后呢,我们再将复制的程序拖动到下边,然后呢,放到第三幕开始的位置,就可以了。 程序呢,咱们就复制完毕了。 接下来呢,咱们需要调整一下程序。 首先呢,我们将这里的两秒,修改为一秒。 第三幕开始的时候,字幕4和鱼公需要同时出现。 鱼公的显示程序呢,咱们就编写完毕了。 接下来呢,咱们测试一下程序效果吧。 首先,让鱼公显示出来。 紧接着呢,我们再将字幕3隐藏起来,让字幕4呢,也显示出来。 程序效果呢,是完全正确的。 那么接下来呢,根据故事的发展,鱼公把大山给挖没了。 路人甲和路人蚁呢,又回来祝贺鱼公。 所以呢,接下来,我们需要编写路人甲和路人蚁的程序。 点击路人甲。 首先呢,我们需要用到当接收到消息的程序。 然后呢,点击选择第三幕开始。 当第三幕开始的时候呢, 路人甲需要向第一幕开始的时候, 从舞台左边的位置移动到鱼公的身边。 这样的程序效果呢,跟第一幕是一样的。 所以啊,咱们可以直接偷懒, 把第一幕的程序复制给第三幕就可以了。 我们找一找第一幕的程序在哪里呢? 诶,在这里,在这里呢,要想复制程序的话, 需要跟刚才一样。 首先将它们分开, 然后呢,点击鼠标的右键, 选择复制, 然后呢,放到一边, 接着呢,将它们还回去, 然后呢,将这条程序向下移动。 好,放到这里。 程序呢,咱们就复制完毕了。 接下来呢,咱们需要调整一下程序的内容。 首先呢,我们需要将这里的八秒修改为两秒。 鱼公和字幕出现了之后呢, 路人甲就需要出现了。 接下来呢,小朋友们思考一个问题。 此时此刻的路人甲在什么位置呢? 它是否可以从舞台的左边移动到鱼公的身边呢? 对了,此时此刻的路人甲, 它是在舞台的右边。 因为在咱们第二幕开始的时候, 路人甲呢,移动到了舞台最右边的边缘位置, 然后呢,又隐藏了起来。 但是呢,在咱们第三幕的程序当中呢, 我们需要让路人甲回到舞台左边的位置。 这可怎么办呢? 非常的简单。 我们看最上面的程序。 诶,在这里。 最左边的位置呢, 就是路人甲的初始位置。 所以呢, 要想让路人甲回到最左边的初始位置, 咱们只需要将初始位置的坐标给第三幕就可以了。 小朋友们,明白了吗? 好,接下来呢,老样子分开, 然后呢,复制。 并且接着呢, 将它们还回去。 然后呢,将复制好的程序移动下来, 放到第三幕的下边就可以了。 当接收到第三幕开始的时候呢, 首先让路人甲回到左边的初始位置。 初始位置呢, 就是咱们一开始设置的初始位置。 接着呢, 等待两秒, 然后呢, 显示出来。 紧接着走到愚公的身边, 等待一秒, 开始说话了。 说什么呢? 它说你可真厉害。 然后呢, 打一个探号。 好, 这就是路人甲说的话了。 接下来呢, 我们再用相同的方法来编写路人乙的程序。 点击路人乙。 跟刚才一样, 首先呢, 我们需要用到当接收到消息的程序。 选择第三幕开始。 当第三幕开始的时候呢, 它的出现方式跟第一幕是一样的。 我们需要将这条程序分开, 然后复制, 放到一边, 然后呢, 将它们还回去。 接着呢, 将复制的程序连接到一块。 紧接着呢, 将这里的八秒修改为两秒就可以了。 然后呢, 我们再回到最上边, 将移到的程序呢, 再复制一下。 然后呢, 再将程序还回去。 然后呢, 将移到的程序, 向下移动, 将它放到, 接收到第三幕消息的下边。 好, 就是这里。 紧接着呢, 我们将它说的话, 再修改一下。 我们大家, 都特别, 佩服, 您。 然后呢, 打一个探号。 好, 这就是路人蚁的程序了。 在这里呢, 路人甲和路人蚁, 分别祝贺了鱼公之后呢, 根据故事的发展, 鱼公就需要说话了。 我们点击鱼公的角色。 接着呢, 我们点击控制分类, 然后将等待一秒的程序, 拖动出来, 放到这里。 我们将这里的一秒呢, 修改为七秒。 为什么是七秒呢? 因为啊, 鱼公需要等着路人甲和路人蚁, 说完话之后再说话。 所以啊, 他等待的时间会长一点点。 小朋友们, 明白了吗? 接下来呢, 我们点击外观分类, 然后将说你好两秒的程序, 拖动出来, 放到这里。 接下来呢, 我们将这里的你好, 修改为天下无难事, 只怕有心人。 好, 我们打一个探号。 那么第三幕的所有程序呢, 咱们就全部编写完毕了。 接下来呢, 咱们再整体测试一下程序效果吧。 点击逾期允型程序。 封面开始, 出现。 出现。 鱼公说话, 路人甲, 路人蚁来嘲笑。 鱼公讲道理, 开始挖山。 山呢, 一点点被挖掉。 鱼公再次出现, 字幕出现。 路人甲和路人蚁过来祝贺。 第三幕的程序效果呢, 是完全正确的。 接下来呢, 小朋友们还记不记得, 之前大龙老师提出来了一个问题, 就是, 如何让儿子, 还有鱼公和大山, 他们之间配合得更加合理一些。 也就是, 大山消失的同时, 儿子和鱼公也需要停止劳动。 咱们之前呢, 调整了重复执行的次数, 那么除了这一种办法之外, 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? 小朋友们, 有没有思考呢? 对了, 除了次数之外呢, 咱们还可以调整大山的消失的时间。 我们可以将它等待的时间变长一点点, 这样呢, 它第一个造型保持的时间就会变长。 我们将这里的五秒呢, 可以修改为七秒。 这是第二个办法。 其次呢, 我们还可以将它切换造型的时长, 变长一点点。 将0.5秒呢, 修改为一秒。 在这里呢, 将每次切换造型的时间变长一点点。 这样子呢, 就可以让大山消失的时间变长了。 小朋友们, 明白了吗? 好, 那么这个问题呢, 咱们就解决完毕了。 接下来呢, 咱们开始编写第四目的程序。 点击背景。 然后呢, 点击事件分类。 将广播并等待的程序, 拖动出来, 放到这里。 点击选择新消息。 新消息的名称呢, 叫做第四目。 开始。 然后呢, 点击, 确定。 当第四目开始的时候呢, 也就是最后一目要结束了。 结束的时候呢, 首先我们需要让路人甲和路人蚁隐藏起来。 该怎么隐藏呢? 跟之前一样。 首先, 我们需要接收到消息。 然后呢, 点击选择第四目开始。 紧接着呢, 跟第二目一样。 它们需要滑行到最右边的边缘位置, 然后隐藏起来。 所以呢, 我们只需要将这条程序复制一下就可以了。 然后呢, 玩回去。 将它移动到这里。 路人蚁呢, 也是一样。 首先, 我们需要接收到消息。 点击选择第四目。 然后呢, 我们将上面的程序复制一下。 然后呢, 还回去。 将它移动下来, 放到这里就可以了。 这样子呢, 就可以实现当第四目开始的时候。 路人甲和路人蚁呢, 移动到舞台右边的边缘位置, 然后隐藏起来。 路人甲和路人蚁的程序调整完毕之后呢, 接下来, 根据故事的发展, 咱们就需要切换字幕了。 首先, 我们需要将字幕4隐藏起来。 点击字幕4。 然后呢, 跟之前一样, 我们需要将当接收到消息的程序, 拖动出来, 放到这儿。 然后呢, 点击选择第四目开始。 当第四目开始的时候, 字幕4呢, 就需要隐藏起来。 好, 字幕4隐藏起来之后呢, 字幕5就需要出现了。 我们点击字幕5。 在这里呢, 在这里呢, 字幕5的出现效果呀, 跟字幕4是一模一样的。 所以呢, 我们需要将字幕4的程序呢, 复制给字幕5。 我们将这条程序拖动过来, 放到角色列表区里面, 复制给字幕5就可以了。 然后呢, 点击字幕5。 紧接着呢, 我们调整一下程序。 将这里的第三目呢, 修改为第四目。 然后将这里的等待时间呢, 咱们修改为两秒钟。 当接收到第四目开始的时候呢, 咱们等待两秒钟, 然后显示出来。 字幕5的显示程序呢, 咱们就调整完毕了。 接下来呢, 根据故事的发展, 故事该结束了。 既然故事该结束了, 咱们就需要编写剧中角色的程序了。 首先, 我们让剧中这个角色显示出来, 然后呢, 将它向下移动一点点。 我们放到这里吧。 接下来呢, 咱们开始编写程序吧。 首先, 我们需要通过程序来给角色设定一个大小。 我们将大小设为的程序, 拖动出来, 放到这里。 然后呢, 我们将它的大小修改为80。 紧接着呢, 我们点击运动分类。 给角色呢, 设定一个固定的位置。 将移到X和Y的程序, 拖动出来, 放到隐藏的上面。 好, 就是这里了。 那么准备工作呢, 咱们就做完了。 接下来呢, 就需要让角色显示出来。 我们点击事件分类, 然后将当接收到消息的程序, 拖动出来, 放到这里。 点击选择第四幕开始。 当第四幕开始的时候, 我们需要等待一会儿, 再让剧中的角色显示出来。 我们点击控制分类, 将等待一秒的程序, 拖动出来, 放到这里。 我们将一秒呢, 修改为六秒。 在这里, 为什么是六秒呢? 因为啊, 咱们需要让字幕五的角色显示出来一段时间之后, 再让剧中的角色显示出来。 这样子呢, 会更加合理一些。 小朋友们, 明白了吗? 接下来呢, 剧中角色的显示效果, 跟咱们字幕五的显示效果是一模一样的。 所以呢, 我们点击字幕五, 然后呢, 将它的显示程序复制给剧中的角色。 我们点击这条程序, 不要松手, 慢慢地复制给剧中的角色。 好, 就是这样子。 然后呢, 点击剧中的角色。 接着呢, 将它移动到下边。 然后呢, 我们将这条程序分开, 将多余的程序呢, 删除掉。 哪里来的, 回哪去。 然后呢, 将我们需要的程序呢, 再连接到一块就可以了。 好, 所有的程序呢, 咱们就全部编写完毕了。 那么程序效果对不对呢? 接下来, 咱们测试一下吧。 点击绿旗旗运行程序。 封面出现。 大山和小屋出现, 鱼公和姿木出现。 开始挖山了。 路人甲和路人蚁出来嘲笑。 鱼公开始讲道理。 路人甲和路人蚁离开。 鱼公和他的儿子开始挖山。 字幕不断地变化。 大山呢, 不断地减少。 儿子和鱼公离开。 山呢, 也没有了。 鱼公和姿木改变。 路人甲和路人蚁过来祝贺。 鱼公讲道理。 俩人离开。 姿木五出现。 剧终。 程序效果呢, 基本正确。 接下来呢, 我们再稍稍地调整一下程序。 首先, 我们调整一下大山的程序。 在刚才的程序效果当中呢, 大山还没有消失。 鱼公和他的儿子就已经隐藏消失不见了。 所以呢, 大山存在的时间太长了。 我们需要将时间调整得短一些。 将这里的一秒呢, 我们修改为0.6秒就可以了。 然后呢, 我们还需要调整一下路人甲、路人蚁、儿子、还有鱼公的角色。 调整什么呢? 我们需要调整一下他们的图层。 小朋友们在编写程序的过程当中呢, 有可能会误操作, 将他们的图层搞错。 那么图层该如何调整呢? 在这里呀, 咱们需要用到外观分类当中的移到最前面的这个程序。 我们将它拖动出来, 放到这里。 首先呢, 我们给第一幕增加一个放到显示的前面。 然后呢, 在第三幕的显示的前面呢, 我们也需要放置一个。 这样子呢, 角色就不会被遮盖住了。 接下来呢, 路人蚁也是一样的。 我们第一幕显示之前, 移到最前面将它们。 然后呢, 第三幕呢, 显示之前, 也需要移动到最前面。 这样子呢, 就不会被其他角色给遮挡了。 接下来呢, 儿子也是一样, 移到最前面在显示。 鱼公呢, 也是一样, 移到最前面在显示。 程序呢, 咱们又又又又又再一次的调整完毕了。 小朋友们在编写程序的过程当中, 一定要记得咱们之前所学习过的编程知识。 如果角色被遮挡的话, 咱们就需要用到图层当中的移到最前面的程序, 将它显示在最上面。 小朋友们, 明白了吗? 好, 程序呢, 调整完毕之后, 接下来呢, 咱们再测试一下程序效果吧。 点击绿旗, 运行程序。 封面开始。 大山和小巫出现, 鱼公和姿木出现, 我们开始挖山了。 路人甲和路人蚁出来嘲笑, 鱼公讲道理, 鱼公讲道理。 然后俩人离开, 儿子和鱼公开始挖山, 字幕变化。 大山呢, 慢慢地减少, 然后消失不见, 儿子和鱼公离开。 终于成功了, 路人甲和路人蚁出来祝贺, 鱼公讲道理。 字幕五出现, 然后聚中。 程序效果呢, 是完全正确的。 那么这节课的编程知识呢, 咱们就讲到这里了。 这节课呢, 还是比较难的。 难点呢, 不在于程序, 而在于多个角色之间的相互配合, 要合理、紧凑。 小朋友们在课下, 还可以继续尝试着编写其他的故事。 好, 接下来呢, 咱们再做一个练习题, 来回顾一下这节课所学习的编程知识吧。 再练一练, 关于下列两个程序模块说法错误的选项是, 哪两个程序模块呢? 我们看右边的小图片, 广播消息和广播消息并等待。 选项A都可以广播消息, 选项B都可以控制角色的出场顺序。 选项C都可以等着接收命令的角色完成程序。 这个题呢, 还是比较简单的。 小朋友们仔细听最近的课程, 就可以轻松地完成了。 快将正确答案发送给大龙老师吧。 好, 这节课呢就到这里了。 咱们下节课再见。 See you!